在中国大陆我们就有那么多的多元民族的元素在里面 就会能够产生很多的一个创意 再加上台湾的少数民族跟大陆的少数民族 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现在都会讲普通话 所以语言是相同的 如果大家能够透过相同的语言互相学习 互相感受到各个民族不同的这种文化 那么可能会产生更多不同的一个创意 也会产生学习对方民族特性的这种动力 所以云南多民族 台湾也有少数民族 那两个民族有共同相同的语言 如果让他们在一起互相交流的话 当然能够发挥更多的创意